要吃的第一個是雙高潤 雙高潤 雙高潤 應該就這家掉了 哎呀老詹你別猴急 在開吃之前呢 身為東港小吃助選員的我 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小吃第一寶雙高潤 這個在地的美食 為何會被東港人列為小吃三寶 我粗略的歸納了兩個原因 第一 想要吃正宗的傳統味 全台灣就只有東港才買得到喔 第二 在地人為了雙高潤 居然也願意拿號碼牌來搶購 這樣的魅力能成為小吃三寶 也相當的合理 烏龜挑的意思 有啦 有啦 我就在說烏龜挑的那一件粿啊 它有點像那個麻糬版的 澎湖黑糖糕 這種將糯米 攪成粉 再放進黑糖一起蒸熟的雙高潤 傳統的吃法呢 只有黑糖的口味 現切的零角形啊 也是傳統的規格喔 吃起來黏手不黏牙 有一點像是 麻糬版的澎湖黑糖糕 口感呢 比麻糬還要更滑潤 也比烏龜挑還要更Q軟 越咀嚼呢 黑糖的香氣就越撲鼻 而且黑糖糖漿還會趁你不注意的時候 偷偷的炸出來 在你嘴裡甜蜜的亂串 這個我整個好喜歡喔 肉粿呢 肉粿呢 肉粿現在放進去後翻到那邊 對 對 東港這個靠海的鄉鎮 早期的居民大多以淘海為生 所以衍生出了很多在地的特色小吃 肉粿就是其中的一種 黑高香腸魚湯最能夠代表 東港魚村海鮮豐饒的特色 也就是東港的淘海人一早的活力來源 這個沒有吃說不過去吧 老闆 先給我來一碗 沈瑋瑜 吃東西就吃東西嘛 死吃老闆豆腐該還什麼呢 哇 你這 蝦子有先炸過了 對啊 好香喔 挺不了耶 挺不了耶 挺不了肉粿最好吃 這個看似平凡的肉粿 其實它一點都不簡單 光是它的湯頭 就是用米漿加上大量的魚料 幾乎長時間的熬煮出來的 濃厚的海味 幫整碗的肉粿定下了雞掉 再來老闆自家手工做的香腸 口感滑順 吃起來有點像叉燒耐力的 得分 豬炸過的蝦喉又增加了一股甲殼的香味 配上經過小火慢蒸8小時的米粿 味道成成的堆疊 口感Q軟綿密又細緻 舒服